与个最新消息 詹姆斯参加雷迪克节目说 库里球场影响力比乔胆大 这是真的吗 参加雷迪克节目 当然了 因为勒布朗詹姆斯对于NBA 可以说是学贯古今 贯穿中西 任何历史中出现过的篮球风格 詹姆斯以他对于篮球领域 学富武车的这种自制 你别看詹姆斯没上过大写 但这些年呢 就研究篮球录像了 他太懂了 就篮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发展规律 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 这个是及时而动 没有人能够躺避党局的 所以詹姆斯了解 时代总是不断发展的 而库里呢 小球时代亲手的开创人 当时勒布朗詹姆斯携热火队 四年四进总业赛的女伟 跟金正恩是遇上了 他都感叹 就时代不同 时代的剧烈变迹 带来的篮球场上风格的动荡 自己即便说之前在热火队 四年取得了接人的成功 又组建了三级投球队 但面对施政库里锋芒而来 自己甚至有一点 想逃避的内心当中的动力 为什么呢 就这种风潮已经改了 小球时代刮起这股旋风 确实有点势不可挡了 所以詹姆斯因为是时代的起立者 而且他学贯古今 脑海当中有太多 篮球历史之上那些 以往的上古中古的理论了 所以詹姆斯太门平了 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 立棍单打中距离迈克尔乔丹那种打法 单调 而且并不符合目前时代的发展 就在这个新的篮球发展的时代趋势之下 再结合呢 篮球归根结底是后人不断探索 通过一些数学啊 更多的科技的介入啊 去专业篮球到底哪种打法更科学 毫无疑问呢 乔丹的打法太落伍了 当年那会儿他也没有什么明确的 在技术革新方面能带给整个联赛翻天覆地 这种层次的巨别也没有 你无外乎就是中距离投个篮而已 在你之前早就有人这么做了 所以詹姆斯给这句评价很客观 因为詹姆斯是历史复构的 他的讲话呢 基本上在他指上只有亲历者 迈克尔乔丹他讲话 但乔丹讲话你能信吗 他是张口狐脸了呀 那队友没有吸毒 你没有证据 他就敢说队友吸毒 这人讲话你能信吗 而且他又是利益的切身相关者 他是当事人 你也不能听他讲啊 他说他比库里想你信吗 你不信呢 但是唯有詹姆斯 他呀很懂历史 同时他跟库里又交过手 他说库里的蓝春想利比乔丹大 你还有其他任何人 能讲这个话比詹姆斯更客观吗 没有啊 因为詹姆斯跟库里直接正面对垒过 而且库里跟詹姆斯有一定的竞争关系 詹姆斯怎么可能轻易长他人之心呢 但他居然都讲了 库里的球场能效力 比迈克尔乔丹更大 这点从现实角度来说 你看当年迈克尔乔丹出于的玄乎齐全 芝加哥公牛什么时候登顶过 联赛的四肢之殿呢 从来没有 所以很多人啊 就是在紫媒时代 因为紫媒时代你收获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 你就感觉麦克尔乔丹老了不起了 而且他的存在怎么怎么当是神仙 那芝加哥公牛四肢不得一费充钱 没有 事实就是没有 那说明你的商业好劳力 也没体现出啊 你所效力求对这种超然一等的商业影响力啊 也没有啊 但是库里呢 他效力的进程中是 四肢可是超越了纽威尼克斯了 这在乔丹时代根本想也不敢想的 现在库里做到了 所以呢你说 扎姆斯讲话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这就是基于商业的现实 商业资本 他这东西啊 他是不夹杂人情的 就是客观的通过你的影响力 给你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商业的兑现 很客观很冰冷 但往往这东西呈现出来的 更铁近于事实 跟主观情绪无关 再加上扎姆斯 他亲身经历者 他给了自己的看法 说这个这种发言呢 让人感觉 醍醐灌顶 咱们是以一种高屋建林的态度 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篮球教育课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